曹陵古道介于新北市贡辽区远望坑到宜兰县头城镇大理之间的山区路径 全长8.5公里 经过新北市及宜兰县两县市分界山的曹陵 故称之为曹陵古道 曹陵古道属于淡兰古道中的一段 是先民开辟淡水厅 也就是今天的蒙甲 到格玛兰厅宜兰之间的道路 也是淡兰古道目前仅存的一段 清朝时代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贡辽区 从奥底向东延伸的海岸线附近 有一个总称为三雕社的平浦族部落 到了1917年人口仍然有500多人之多 最初的年代居住在海岸 尤其是溪流出口的地方 以鱼捞为生 现在这一带还有平浦族的子孙居住 从地形图上面可以看出 双溪区的北半部和贡辽区具有独立的水系 这个地方和基隆河流域之间被三雕岭阻隔 和南洋平原之间则横跟着雪山尾陵 曹陵古道大约是在1790年后 由鲜明平浦族逐步替建山路 嘉庆12年1807年 台湾之府阳亭里开辟了自四角亭 经蛇仔星至顶双溪 越曹陵已出宜兰的山路 使用了我国南方丘陵山路的逐路技术 以当地最常见的石材沙岩所铺设而成 石凳如梯是其结构特色 1823年由台湾北部板桥望族 林本园始祖的林平红 赤枝拓修了阳亭里所开的路线 1856年其后代林本园 修筑基隆经瑞芳顶双溪到三雕岭路线 为了沟通基隆河流域和南洋平原 1881年左右 清朝官府从瑞芳四角亭起 开辟了淡南关道 从此淡南通道成为了畅通东西之间的重要孔道 行旅新盛达百年之久 草岭古道后来经历日人拓宽 投成正宫所开路 以及东北角管理处重新以气势铺设 而成为了一条古异盎然 兼具知性与感性的进行步道 沿着步道进行路线 至贡辽区远望坑福德四起经两线分界 终点为草岭古道大理游客服务中心 古道沿途可以看到长绿阔叶树林和人工栽培的真叶树 以及最具雅热带雨林特色笔筒树 沿着缓迫上升一路经过古谱蝶死马桥 仙姬岩、雄镇蛮烟碑以及虎字碑 距离顶峰的观景亭就不远了 在这路旁可以见到一间石材建造的福德寺 造型古壶 里头同时供奉土地公允土地婆 寺前立游北宜两县的戒碑 古道全部绞成大约需要3-4个小时 从这一些民族珍贵的历史古迹 可窥见鲜明碧露蓝铝以起山林的拓荒精神 过去打的天堡 鲜明碧露蓝 痺